我學了公文息之後 我覺得自己進步了 我給爸爸媽媽看我做功課 一個好的學習習慣呢 會對他今後的發展 包括他長大以後都想有幫助 若然他能夠透過自己的能力 去解決問題的話 那種的滿足感 那種的自信心 我相信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的 作為老師 我們不可以有先入位主的 感覺 我們需要去了解每一個學生 他的潛能在哪裡 補習班一般都是針對 學校教材的內容來進行輔導 但是公文呢 它是打破年齡和年紀的界線 從每個孩子自己回的地方出發 做到真正的英才師教 然後呢每個孩子按照自己的能力 一步一步往上 都經常會及時地反映 孩子在課堂學習的一個情況 同時我們也會把孩子 在家裡的學習情況告訴老師 太難的話 可能老師會改變一下 讓孩子很有自信 很輕鬆地去學習 他會根據你的學習時間 學習進度 來進行調整 陣子壓力不會太大 因為公文呢 他的教材是非常系統的 立體的設計呢也是非常巧妙的 我們老師會進行點播式的 必要的一個指導和提示 讓孩子自己一步一步明白 自學對成長是重要 是對每一個人都很重要的 因為你一路一路這樣長大 你凡事不可以去靠人 學公文的那個好處 挺讓我心動的 就是上了小學之後 不用盯著他寫作業 做了公文導師之後呢 我更加相信每一個人 都有他獨特的天分 每一個人都是千里馬 我們需要將千里馬 他的潛能發揮到最高 有些我可能未做過的 我就可以預先學定 當我真正學的時候 就可以容易些 當他上課的時候 很多東西他都懂 有信心去答多些問題 參與多些 老師喜歡他多些 整個學校的生活都很好 大家看看 我們希望大家要多久 在地面的工作 教授能力 我希望我們可以 自信心強了 勇於嘗試 這兩件事改變了很多 特別之處就是 幫學生培養到他的興趣 介意將他的興趣放大 開發他的潛在的潛能 引發他思考 其實每個學生都可以變得聰明 覺得自己的計劃性變強了 自己找到一個答案之後 都會覺得很開心 還有很有滿足感 會覺得有一種超越自我的力量 令到我的路轉得快了 提前學習 我覺得他在學學校的課程的時候 他會比較輕鬆 通過這個學習 我發現他在理解 還有閱讀等等那些方面 會比沒學過的同學 能夠容易接納 公文給我體會比較大的一點是 每天一小步 天天不停步 回頭看看就是一大步 你天天都能跟孩子在一起 天天能看到孩子 每一天的一小步的進步 那打給你的快樂是很大的 我一定會看見你 但你會看見你 在這方面 我一定會看見你 每天一小步的工作 我一定會看見你 我一定會看見你 我從那到下 你會看見你 我一定會看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